俄罗斯英俄,据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和卢干斯克武装已完全控制北顿涅茨克。此前乌克兰北顿涅茨克是市长,在电视直播中承认,该市已完全被俄军控制。 前几天,当乌克兰和西方媒体炒作大反攻之时,我就在分析中强调,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大反攻,不久俄军就将拿下顿涅茨克。现在俄军拿下了顿涅茨克,实际上乌冬的战事已经基本到尾声了。顿涅茨克的乌军除了被消灭的之外,部分被俘,部分撤退。撤退的乌军撤到哪里了呢? 根据媒体的报道,乌军撤出北顿涅茨克后,进入了与其隔阂相望的利西昌斯克。从各方信息看,利西昌斯克是现在卢干斯克唯一一座仍处于乌方控制下的城市。据说还有一万到一点二万人,俄军已经对利西昌斯克进行了包围。 而国防部6月24日表示,已经从南部方向封锁了利西昌斯克。而纽约时报报道,利西昌斯克周边的防线正在迅速失守。 媒体报道说,西方媒体普遍认为,与北顿涅茨克相比。接下来的利西昌斯克之战,可能会更加残酷。 俄军于5月上旬将北顿涅茨克作为弃进攻重点,到吴军宣布撤离,耗时一个多月。 而利西昌斯克地势较高,地形更为复杂。 俄军在短时间内拿下利西昌斯克并非一势。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西方媒体的看法一贯不准确,非常一厢情愿。 乌军在北顿涅茨克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投降,还有大规模的战死。 现在的乌军补给跟不上,势气非常低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从顿涅茨克撤到利西昌斯克。 某种程度上是无奈的退守,但退守后的乌军会势气更低。 现在只剩下这一座城市了,俄军对他们一包围,一轰炸,信心是很容易崩溃的。 根据有国防部发言人柯纳申克夫的宣布,俄军斩机,导弹一击抛火。 袭击了利西昌斯克西郊和四个弹药库,俄罗斯方面的武装部队已从南部封锁该市。 北顿涅茨克现在虽然被俄军基本控制,但机械裂夫也表示, 北顿涅茨克的工业区尚未完全清理完毕,该市仍有一千余名乌克兰的武装分子。 按这种节奏看,乌冬的乌军被彻底消灭已经不远了,因为俄军已经攻到了利西昌斯克。 同时在北顿涅茨克也进入了最后的清理阶段。 我们不要忘了,乌军一度是在乌克兰东部沉冰二十多万,那是想吞掉顿巴斯地区的。 哪怕当时有夸张,那么总的来说十万还是有的,现在仅剩一万多人了。 这是基本上部队快打光了。 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俄罗斯距离取得整个乌冬的胜利仅剩一步之遥。 那么一旦乌冬彻底拿下了,对俄罗斯来说,进一步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就是继续向前推进了。 这不会有任何悬念。 俄罗斯已经多次表示,目标不会改变。 就在俄军在乌冬战事取得进展之时,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了俄军的空袭。 根据法新社和路透社来自基辅的消息称,乌克兰首都基辅26日凌晨,发生多起爆炸事件。 其中基辅市中心附近的一处住宅楼被击中,引发大火和烟雾。 很显然这是俄军再次恐袭基辅。 这也是在警告基辅,我们不需要多久就又要来了。 乌军既然主力部队基本打光了,那么一旦俄军把利息称斯克的乌军再消灭掉。 乌军手里的军事资源可支配的就不多了。 接下来自然是快速向西推进,哪里还有什么遇到多么重大的阻力呢? 俄罗斯这次对基辅的空袭,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打掉美西方援助的一些武器的。 总的来说,俄军距离基辅也是不远了。 对于俄军在乌冬的胜利,北约其实是挺紧张的。 原因是如果俄军继续详细推进,乌克兰可能要面临溃败格局了。 在这种背景下,各方才特别需要在乌克兰西部稳住。 也就有了美西方在乌克兰溃败的基础,因为乌克兰西部地区美西方在丢不起。 但形势又是他们避丢物一。 俄罗斯的下一步就是要控制整个乌克兰,但北约绝对反对。 所以就有了包括波兰等国,在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作战的想法。 甚至包括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国家,他们想突破北约的限制对俄罗斯采取行动。 也就是说在乌克兰展开对的作战。 这也就是是我所说的俄罗斯与波兰在乌克兰西部必有一战的原因所在。 有消息称,北约正在讨论如何不破坏北约权威,同时又不与罗斯开战的问题。 因为立陶宛,北约盟国希望免出自己的责任,并将责任归咎于维尔纽斯对俄罗斯宣战。 如果他们都想同俄军作战,那东欧将会爆发更大规模的乱战,风险将非常之大。 事实上俄罗斯已经宣布,如果爆发世界大战,就会首先轰炸伦敦,这就是在向美西方国家示威,要求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乌克兰局势的复杂性正变得越来越显心化,各方都在未来更大的赌注做准备。 尤其是波兰有侵占乌克兰西部的强烈动机,所以它对俄罗斯的行动会更加敏感。 因此更大规模,更乱的战争格局正在乌克兰西部快速形成,可能当俄军真正进攻基辅之时,更大规模的大战就开始了。 形势将变得更加疯狂和不可收拾,但好像多过战争的冲动越来越足。 譬如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就宣布,立陶宛封锁加利宁格勒的做法犹如宣战,这都表明战争有扩大战争的可能。 俄罗斯正在取得新的胜利,但同时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下一步的形势非常复杂,非常危险。 而波兰和美国都有冒险的意图,到时候真的发生,倒霉的有枪是欧洲。 其实美国现在已经意识到,当初为了让俄罗斯跳进坑里,他拼命在俄乌之间拱火。 辛辛苦苦搞了一年多,终于爆发了战事。 在得意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猛然间发现,俄罗斯啥事没有,反而因为石油、天然气价格涨价,赚了一票。 真正的坑里反而是他自己。 现在不但是通膨高涨,老百姓怨声载道,更可怕的是还在后头。 像今年美国大部分地区高温干旱,粮食收成可能不好,通货膨胀可能后续可能更高。 他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加息的话,今后的经济状况肯定不会好,不加息的话。 通货膨胀飞上天,事情更麻烦。 这场战事他得意不多,却极其自作自受。 美国这个国家,小史棍这个特质,那真是永不变色看到在乌克兰战事上,他败局已定。 竟然还忍不住想再开个场子,唆使立陶宛人在看新片,真是绝对的死心不改。 如果从表面上看,这好像只是俄罗斯货物能不能从立陶宛过路的问题,但究其本质。 这件事背后还是美俄在斗法。 因为尽管立陶宛扛出了欧盟这面大旗,但鬼都知道,欧盟并不制裁加里宁格勒的物资输送。 而且立陶宛的这种做法,一直接危及到了加里宁格勒民众的日常生存。 而因为加里宁格勒的位置,可能严重削弱了俄罗斯的战略地位,让俄罗斯不得不反击。 当然至于俄罗斯会采取什么反击,还有待观察。 本来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事爆发之后,欧美疯狂制裁,外加各种敌对行动。 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很难修补了。 再加上又冒出立陶宛封锁加里宁格勒这件事,这更进一步证明,美国的目的就是要搞死俄罗斯。 两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已经彻底决裂,几乎到了只差胡扔核弹这一不了。 今年前段时间达沃斯论坛上,基辛格就警告说,如果不想让俄罗斯成为中国在欧洲的前哨战,美欧就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 作为当年搞垮苏联的老人,他说的这番话其实很有分量,也很有元件。 但问题是美欧现在这些搞国际问题的人都是新手,都觉得自己天赋异禀,骨骼清气。 天生就该打阴冷战,天生就该统治世界,却一点都不知道当年美苏交手时是多么的艰难。 很多时候是多么的成败悬一发,真是后人不知前人的辛苦,更停不进前人的劝。 这次立陶宛搞事,说不定又会像前段时间乌克兰搞事一样,刚开始想得很好,到后来搞得一团乱糟糟。 这可能就是美国的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